大家好 我是小岁 欢迎收看小岁解说三国沙 今天咱们继续来看国战 那么今天这局录像 我们祝福教堂的一些地叫做花蜜师 来自378区 感谢玩家提供了别的录像 看一下出降情况呢 两个可以选 吴国 魏国 都可以啊 泰瓷孙坚 孝侯 张辽都可以啊 看你喜欢哪个国家了 那么我们祝福教最后选择的是 张良夏侯啊 从武将强度上来说 似乎也是这个组合要强一点的 那么五号位啊 比较靠后的位置啊 这个你确定 不需要刷手机卡吗 这个牌 你这一手月鹰牌不太好吧 然后一号怒挂闪电啊 你是能改判定啊 还是小乔啊 然后乐了一下四号 不明觉厉啊 不知道它是为什么 估计就是乐一下远位 欺负你打不到它 那么先顺了一匹 减一 又顺了一个闪电 它顺闪电 你应该说 不太像卫和群啊 因为卫有四马 这么多三血的 对不对 全场好像就我们主角是四血 其他都是三血的 四马和张角的几率非常大 那么他把闪电牵了 不太像卫裙 那么我们主角是牵了一下上甲啊 牵了一下上甲 那么这边 夏家直接看了一号啊 夏家直接看了一号 看一号挂闪电啊 骑手挂闪电 想看看它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七号连弩都挂出来了 第一圈看来是没人动啊 都比较低调啊 就一号比较高调 但是也没有做出什么实质性的一些动作 继续都是七排 大嘟嘟出来了 大嘟嘟直接选择手量 想出来 搞一波 你出来就出来呗 你还放南蛮干什么 你这不是作死的吗 你 不是 你一个名武啊 你一个名武 你就把本南蛮扔了呗 谁也不会说你啥 对不对 你都已经亮了 你这 你这 万一 你看这就有个三血不外的 你这三血不外的万一就是你的队友了 你这不就是打你队友吗 对不对 再一个万一有个什么草操啊 这个祝容啊 什么这些 把然后把南蛮吸了 把南蛮吸了 你看你这么多三血不卖的 还要真出来几个卫果 呃 先不说有没有能吸南蛮循环播放的 就出来一堆卫果 然后把你一顿胖揍 你 你会好受吗 哎 好像是 有二张 还是有跃进 还是这个六号本身的技能 好像就是 二张啊 看来是二张 有二张 是周瑜是二张吗 其他人好像还是都是不动啊 大嘟嘟出来了 也没有人响应一下 看大嘟嘟怎么办啊 大嘟嘟反正 还是打打这个打打那个 三天刀戳一下 接着哦 小桥啊 小桥啊 果然啊 果然他这小桥 果然他这小桥上来挂闪电啊 挣扎吧 在血河岸的深渊里 然后这边小桥出来了 所以这边就急火这个对裂缺口啊 这个也问题不大啊 有问题不大 看能不能干死啊 结果这个大月亮啊 就大月亮就这样挂了 死的也是非常憋屈啊 那没办法 他正好在这个 在这个旁边啊 在他旁边 然后还在这个对裂缺口中间 就一顿被干死了 这边果然是有二张 二张香香 那现在大无国了啊 这个可以亮将搞一搞了 可以亮将搞一搞了 可以偷一发了 你现在三个无了 这时候你要再不出来 这个大月亮已经死了 你这时候再不出来 就没什么意思了 好这边 这个卫国的大boss出来了 偷一发 可以偷一发 九杀 居然中了 居然中了 这香香过了这么多拍 没有闪啊 这边小桥 这个 这个体位 你这边边是谁 大桥吗 你要不是大桥 你这就 你这就是坑香香来的啊 小桥肯定是没闪了 刚才九杀都不闪 应该是肯定是没闪 所以果断杀过去 远交进攻 远交进攻 我觉得你 远交一下小桥好不好 因为小桥没什么用牌能力啊 然后你远交他一下 你那个防止他这边 万一是个 是个大师啥的 铁锁连环 防止他耗尸嘛 你给周鱼过一张牌 这个周鱼孙策 还是有一定过牌能力的 那这边跳了 又跳了飞舞啊 那就是个鼠群呗 那这边还救了 这边也是舞啊 果然是大吴国 那现在是三打四啊 三打四 不过还好 还好 这边司马针基 这个能力在这摆着啊 这个他们要是 刷不出来无蟹的话 这个香香应该是出来啊 不过刚才看 好像外边有种 这个无蟹毒条 是针基手边的 好的 果然是大桥啊 请休息吧 这边果然是大桥 勒一发 就是一个方便嘛 又兵又勒 这个没必要 钢他吧 这钢他 你这不就是给香香提供床位的吗 再一个孙策 也是需要卖鞋的 孙策他也需要 这个卖卖鞋 这钢他 你看 你跟他提供一个床位啊 提供一个床位 这刚才 不过也差不多了啊 刚才这个孙上香 他这个睡觉 他都拿桃去睡了 反正他也不缺桃 他自己反正也能回满啊 他也能回满 从这个诗后效果来看 似乎 钢不钢 效果一样 但是 你就不应该钢啊 你钢掉他一血 刚才这个 他还能多扔一张牌 给这个 给这个二张 多扔一张牌呢 对不对 这边你亮了吧 你还不亮 哎呀 驼子 驼子这么高调的出来了 那你驼子出来 那肯定先拿你驼子了 你这边都是卖鞋的 你这出来个驼子 你 你这不就是王为我拉嘲讽的吗 你那边边是什么武将 你难道那边边比这个驼子还要嘲讽吗 你不敢亮 你刚才是放桃圆节义 对不对 你又不是用青囊 你亮那边边放桃圆节义 不也一样吗 这点 这个 这个大小乔啊 你明着把连弩扔出来是什么意思 啊 你明着把连弩扔出来是 是什么意思 你想把这个连弩给孙二香吗 给孙二香也可以啊 但是 你这 你这二张 你不减这个连弩吗 你不减这个连弩吗 啊 你这连弩让你留到他手里 我们这边是吃是张辽啊 辽神啊 什么是辽神 你不懂吗 你这边辽神在此 你敢留这么关键的东西在手里 一会儿给你偷过来 分分钟教你做人啊 你这个时候 你看见这个大乔 把这个连弩扔出来 这么关键的牌 你看他扔出来 你就应该果断捡起来 捡起来 要么你用 要么你给他扔了 对不对 或者说你又消机 你把他这个给他消机掉 或者说你能直键的话 你把他直键出去 其实你直键出去也不好 你直键出去也能被弄走 因为这种局啊 这种优势局啊 你看这不是又扔装备了 你刚才把那个 你把大乔扔那个连弩 你就应该捡起来 捡起来 然后通过消机 你把它消机掉 对不对 你先挂上连弩 你看能杀几刀 能杀几刀 你就杀几刀 杀完之后 你把它消机掉 这种连弩 这个大乔把这个连弩送给你是 可以的 他没有把那个 连弩当乐乐出去 就是为了送你这个连弩 但是你不剪啊 你不剪 这就可能出问题了 结果我们这个疗神啊 这个手不够丧啊 这个没有把连弩偷过来 这个剪一码 没必要挂吧 这个剪一码 你挂这个剪一码 你挂这个剪一码 一会儿这个 想想有个顺啥的 给你顺了 给你顺了 他是不是又能消机了 这个我为什么强调这个连弩 应该把它消机掉呢 因为这个 你现在大乌国优势局啊 你现在四个人啊 四人联动还是 你四人联动 大乌国优势局 有这个 二章和大乔 二章和大乔在这 你这个 大乌国绝对非常优势啊 二章大乔 那这边还有陆迅香香 你这空牌的也在 刷牌的也在 你这种优势局 你就应该稳稳的打 这种优势 像连弩这种东西 绝对不能让他落在盟军手里 尤其是这边还有个司马真机 能够驾驭连弩 司马真机 你该让他拿连弩 一会儿 这司马真机要拿连弩 这就绝对是原地起爆 这个 你顺他的刀是想干什么 你自己有刀啊 你顺华琐的刀 这个有很大的意义吗 你顺他的刀 你还不如来顺减一呢 对不对 主要是你现在就砍香香 你拿瓷雍刀 你砍香香 你也发动不了调戏剑呢 你现在也没到压制华琐的时候啊 你这个刀留给华琐 他到他回合 他是不是还能砍一刀 这边陆迅 虽然说砍一刀也没什么意思 这边有香香 分分钟也给你打过来了 但是你顺这个刀 就没多大意思了 你看你这一顺刀 这个华琐就 他就放弃了 但是他放弃归 他放弃啊 咱们得好好玩 你看你这个连弩又扔出来了 你这点我 我要说一下 你这个大小乔啊 你第一次你扔出来 这个二章没有药 你就应该明白他什么意思 就是他不想要这个连弩 他不想要这个连弩 你这个连弩你就拿出去 当个这个勒不四叔 你你把他勒出去 再一个 你即使这一回合 你还想传递给香香 他被勒了呀 他被勒了 这边有司马 你们如果没诬陷的话 他是肯定出来的 那那既然这样的话 那他拿这个连弩也没用 他肯定还给你 他肯定把这个连弩还给你 但是我们有张疗啊 我们有张疗一旦把这连弩给偷过来 这就不一定是什么样了 你像这种优势局啊 你像你们大巫国绝对优势局 像连弩这种能够翻盘的东西啊 你绝对不要把它摆到明面上 尤其是这边还有真鸡 司马还能够驾驭连弩啊 变梁存断 来一下 他是有无限啊 他是藏了个无限 但是你有无限 想想他不知道啊 他不知道你有无限 所以他刚才 他肯定是会把这个连弩还给你的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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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弩偷过来了吧 这这肯定要挂上啊 这真鸡司马要是有个顺手啥 或者顺手接着刀啥的东西的 就是刚才这个真鸡司马 他那个两个顺手的 顺滑头那个顺手没必要 他不如藏一下 因为这边明连弩 万一偷过来的话 直接不就可以顺了吗 对不对 你藏在手里还能落神用 对不对 你刚才没事 你去顺一下这个滑头 没意义顺他一下 你这弄的滑头不打了 这点这个真鸡司马 是把自己解了 然后把这个小桥 给绑到这个链上了啊 看似这一步 好像是一个很菜逼的行为 因为这个绑小桥 都知道绑小桥没什么意思啊 小桥他有天香 对不对 感觉好像你绑其他任何人都比这个绑小桥要强啊 但这点你仔细想想 应该能发现这个司马是故意绑的小桥啊 为什么是故意呢 这个大家能不能猜出来他为什么故意绑小桥啊 看似这个好像是一个很菜逼的一个做法 但是这里边是另有玄机啊 因为他绑这个小桥啊 他绑这个小桥 那么他去雷杀这个香香 那传达给小桥 他目的肯定是让这个小桥去添香 对不对 那么下面问题来了 这个司马绑小桥是想让小桥去谈谁 那么这时候如果你是小桥 你要添香的话 你会选择去这个谈谁呢 那么我们一点一点来分析 他具体谈谁好啊 首先你看场上这个吴国和卫国啊 你是谈吴国呢 你还是谈卫国呢 你这吴国队友都满血 你如果谈队友吧 一血换一排 好像没什么意思啊 你这一血的话 你这还是谈敌人比较赚是吧 一般都是这么想的 但是呢 这个这个时候啊 这个时候你是绝对不能谈卫国的啊 你就卫国这两个人 你谁都不能谈 如果说你谈这个司马真机 可能大家都能看出来 这个你谈司马真机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因为他明着挂出来这个白银狮子啊 他在这个白银狮子 你谈他 他掉一血 他返回自己白银狮子 你等于说是白给他送了一排啊 所以你这个这个是很明显的啊 这个是很明显的 你这个这个一般人都应该能看出来 所以他他肯定不会谈这个司马真机 那么你如果谈这个谈我们主视角啊 你如果谈我们主视角 你这就上当了啊 其实这个司马真机 他把这个小桥给绑进去 想让他去添香 他的目的是谁 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个小桥去谈我们主视角啊 就是为了这么一个目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只要一谈我们主视角 然后我们主视角一刚烈 这边一反馈啊 这个连弩直接就过去 你看他还真来谈 这判断红桃果断改改完之后 下次注意 掉血啊 掉血直接反馈连弩 这是完美的配合 这真的是行云流水一般啊 其实啊那时候你个小桥啊 你要么你就不谈啊 你谁也不谈 你自己掉血 要么你就谈 你要谈就谈这个周鱼嘛 你谈这个周鱼 他掉一血 然后司马弄不死香香 香香还能给他睡回来 对不对 你这样一谈的话 你这连弩直接就送过去了 这一下四张牌 你这四张牌 这可能就又是一条人命了 对不对 这个加一 没必要这么快拆他加一吧 你看看 你先杀嘛 杀完之后 再看看是拆什么 结果杀不够了 杀不够的话 你这个拆 当然拆的加一 也行吧 你拆的加一 但是你如果虚报的话 我觉得可以虚报一下 因为你拆的加一 没什么意义 你这边有减一对不对 万一一会儿你来顺手啥的 你还能不能这个 哦不不不行不行 这边是陆神价 你也顺不过来啊 也顺不过来 那拆就拆了吧 那你现在这个 呃 香香二张一死 你这个 我等于说是 少了一个光环形的 一个 这么一个武将啊 这个二张香香 都是这种光环形的 这边还 翻块周啊 直接翻块周 桃园结义 桃园结义 可惜是司马贝勒了哈 司马贝勒了 他那里有没有留红桃吧 结果是没有红桃 没有红桃 那就那就没有红桃吧 反正总有有红桃的时候 以今日之大事 当行此计 但是现在二打三 依旧是 不太好打啊 依旧是不太好打 兵 兵司马没什么意义啊 但是有兵还是带兵啊 有兵还是带兵 你这边乐 我们主持角 没什么意义吧 乐着我们主持角 我们一样能偷你啊 对不对 反正偷一把闪 我们可能也不出牌 你这边还不如 勒司马呢 直接九杀啊 这个 这我们刚才 有距离都没出杀 你都应该能想到 我们这个手里全是闪 偷了半天 没有杀还没有闪吧 你肯定都是闪 你这还留了个方片桃 你这方片桃 你就乐出去呗 你这不是做死的吗 你这 本身你自己是小乔 我们张良不偷 你就没法打 再一个你手里就一张牌 你留个桃 你因为没有保护牌 就保护这个桃 你还不如就把它乐出去呢 刚才那个司马又没有被乐 你是乐的我们主持角 你是乐的张良 你又不是兵张良 对不对 这局这个 这个 这个大巫 是怎么崩盘的啊 这个基本上就是 崩到这个小乔身上 怎么说呢 感觉这个小乔 好像就 就是完全不会打的样子 从一开始 他挂下闪电 你就能看出来 他的水平啊 小条上来啊 是你是 你自己是不发电 那你有没有想过 你的队友啊 你这局还是大悟火 你这杀夏侯 你这 就是你这直接制衡了呗 你这香香受罪 你直接制衡了呗 你那 你那么着急杀太后干什么 这你和夏侯去拼血 这应该是你自己亏吧 这你还指望能判红桃吗 这怎么可能呢 这边还有司马呀 对不对 你这杀的 你这 这肯定卖血 因为贝勒了啊 赶紧把这个 桃子爽化成生产力啊 刚一下试一下 结果还添度了 那这点 我们主角是 没有选择去偷牌啊 这个选择也是 很不错的 因为这个 呃 他想摸牌摸一个 什么顺手过拆 或者无懈可及什么之类的 因为这边司马贝勒了嘛 所以他也没有偷 但是很可惜是 只差一张牌啊 下一张牌就是顺手 那就看司马 留没留红桃啊 结果司马过了这么多轮 还是没红桃啊 还是没红桃 那这没办法了 其实你现在 这个我依然是有优势啊 你现在我依然是有优势 你现在毕竟三打二嘛 至少人头上还是有优势的嘛 而且还是三无联动 那你这 你们非和下口在这死磕吗 你放着这边这个司马贞机的大boss 你去不管 你这和下口在这死磕 当然他们可能想的是这个 张良一直在这偷 一直在这偷 也挺烦人的 然后司马贞机一时打不死 所以先想把这个张良弄死 然后三个人围观司马贞机 当然这种想法也不能说不对啊 也不能说不对 但是你没必要和这个下口去拼血嘛 对不对 你和他拼血就没必要 你要是香香在的话 你和他拼血可以 或者是你真是个嗜血将啊 你真是个嗜血将啊 你跟他拼血也就拼了 或者是当你有桃子的时候 你再去和他拼血嘛 拼完血你把桃吃了 然后他也偷不到你的桃 是不是 你什么都没有 你和他拼血 你这就没必要了嘛 这边有个无限啊 把针机放出来 可惜的是没有那个连堵了 可惜是没连堵了 那现在孙权一死 应该这就比较好打了 这个大小桥 由我们聊神一直偷他 也能限制他 这个你没必要锁 没必要锁他吧 你没必要锁孙策 你要是有鼠型杀的话 你也没必要锁 因为毕竟这个孙策 你把他压到一些 他能够双影子 太被催了四个打不过两个 其实你们这四个人完全是可以打过的 你看你这他们都什么配置 就这二张大桥 陆迅香香 你这是无敌的配置 你这唯一翻盘的可能就袁绍能够翻盘 其他都是见谁打谁啊 就是因为那把AK啊 AK第一这个 大桥你不用那个AK去乐啊 当然大桥是想把这个AK给香香 香香两次没有要 两次没有要 然后大桥是两次没有乐 那上天给你两次机会 你不把握住啊 那这就没办法了 带一个那个点 这个小桥 这果然是传统中的乱坛桥啊 无我四大核心之一乱坛桥 直接送连弩 那这没办法 那时候司马去锁你 你就真一点都不想想 他为什么平白无辜 他就去锁你了 第一你不是残血 马上死了 第二你也不是集火目标 对不对 他放着这些 没有任何负收益的武将 他不去锁 他去锁你一个小桥 难道他就是为了让你来谈他 然后给他过一张牌 这么简单吗 虽然那时候司马和香香绑在一起 但是他手里有普通杀呀 明的有普通杀 他铁锁完全可以拿去重铸嘛 就是大家打牌的时候 你一定要多考虑几步啊 当然有些人可能说 那我水平真没有那么高 我考虑不了那么远 我看不了那么远 你要觉得这技术含量太高吧 那也就罢了 但是那个连弩啊 我再次说过这个优势局求稳啊 优势局你一定像这种连弩啊 铁锁呀藤甲呀 这种东西不要留啊 坚决不要留 因为像这些东西 你要一旦落入盟军手里 这都是非常有希望能够翻盘的这些东西啊 像这种东西 你如果是能处理的话 尽早把它处理掉 如果你实在处理不掉 你就别到手里 至少你别到手里 别让盟军知道 你没必要这个摆到明面上吗 对不对 扔了几次 你来给这个魏国看 你这不是找着让偷的吗 对不对 本身你们吴国这么大好的配置啊 几乎近于无敌的这么一个配置 就这样崩掉了 那么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从中习取一些教训吧 或者是学习一些战术等等吧 反正该说的之前我也就说过了啊 也不多重复了 那么今天这个录像也是 我看也差不多快半个小时了 那今天先录到这吧 感谢大家收看啊 我们下期再见